1 2 3 4 因為其實在電影的史上 有非常非常多的電影 有唱歌跳舞 而且他們結合在一起 成為非常經典的畫面 但是呢 為了提到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呢 也算是兩位舞池 歡迎第一位星光姐 哈囉 大家好 有… 現在腳上功夫很厲害了是不是 差不多… 你的肌很高耶 好 再來歡迎我們的超離房 你好 很好 今天要講到的歌舞秀 其實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最近看了一個很特別的影集 而且我覺得它很酷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名大導演的作品 叫做The Gap Down 讓它的中文全名 交給我們的星光姐 好壞喔 好長喔 叫什麼 Bronx 街頭少年音樂夢啦 對 然後是… 哪來的逆襲啊 你不要看日曼太多好不好 我一整腦都是在逆襲… 對 其實為什麼要介紹這一部 因為它這一部是在講 紐約的故事 但是呢 70年代 重點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紐約 跟現在大城市的印象 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非常的頹廢啦 然後充斥著暴力啊 還有犯罪 可是沒想到在這一片 一片唏噓當中 竟然產生了一個 也不算英雄 一群在那個中下階級的 男孩們 女孩們的一個 我一直繼承逆襲 就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條件 沒那麼好 可是他們透過他們的 音樂的才華 他們的舞蹈的一些表現 他們可以展現他們自己 然後幫他們證得 一定的一個舞台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 低下階級的反覆的逆襲這樣 厲害 果然公關耶 會轉喔 那超音方看了這個之後呢 你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也像我一樣 是那種 時空背景的 完全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狀態對不對 對 然後我很喜歡這種體材 因為裡面有 有其中一個角色 他是在學DJ的嘛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學混音 所以還滿有感觸的 對 看不出來耶 你走那個路線的 就是我還滿喜歡聽電影的 對啊 大概學了兩年左右吧 是 那剛剛講到 為什麼講到這個The Get Down 就是因為他的導演 一直以來的風格都很獨特 而且他很可愛 他做的 他剪接出來的 或是他設定好的那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是 常人想像不出來的 我覺得因為大家對他印象很 其實以新世代的 以這個世代的影迷來說 大部分都看過他的作品 基本上都看過 也許除了92年的那個 五國英雄比較少看到之外 可是直到後來就是 出現了他那個超級大片 就是那個 對啊 96年的那一部作品 那一部我也覺得 就是你看 就即便你年紀再小看 都還是會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畫面 還有他的感官是很刺激的 因為羅米歐作品 是一個這麼久的 一個沙翁的劇作 可是大家想說 那八字五萬要怎麼 呈現一個新的風格 果不出奇 他從他攝影的一些 剪接的角度 跟那些音樂的配搭 我相信全台灣到現在 有兩千三百萬人 裡面有一千多萬人 可能有結婚的話呢 你們的呼籲都會聽到那首歌 《Love Fool》 都是因為從這部電影而來的 對啊 而且他拍的手法 就像MV一樣 根本就會 我覺得會過目不慌 他的剪接下 我就是有辦法讓你對 一些小的特寫啊 跟那種瞬間那種 影像的切換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有一種很飽足的速度感 你會覺得 一直被故事撞到的感覺 對 那超立方的 等於說你是這個不同年代的人 可是這一部其實我們一定都有看過啦 羅密歐朱利言 那時候才年 好像十九歲而已嘛 你說李奧納多 那個李奧納多 對嗎 對 而且李奧納多其實 其實真的大紅 就從九六年的羅密歐朱利言 已經大紅了 而且日本就是以馬當成是一個 夢中情人 所以那時候 因為台灣都是對日本的節奏嘛 所以 哇 日本在紅什麼 我們就跟著很紅什麼 那時候大家都是以前李奧納多 對 後面九七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鐵達林要來 就全世界都瘋掉了 其實真的耶 他就是這樣締造了一個大明星的產生 而且我覺得巴茲魯曼導演 他在這麼早以前的作品 就一直很有自己的味道 那後來他其他的作品 也是讓大家印象深刻對不對 超立方 大很小傳嘛 對 大很小傳 其實已經算是他近期的作品了 但是他在裡面也長 把他的很多很印象的東西 做得很真實 讓觀眾能夠有直接 好像4D的感受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技巧 在這次《The Get Down》裡面 其實也是有呈現出來的 後來他第三部作品 就是紅模仿 對 那個片應該是捧紅了 真的把妮可這樣捧到一個 非常高的位置 因為他那片 就是跟一望麥葵的歌裡面 兩個人能夠又說又唱又跳 而且他們還唱那首經典的 那首歌真的是一唱之後 直接大家說 原來妮可這樣會唱歌 然後一望麥葵也會唱歌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唱得比較吃力就是 然後接下來還有另外一部 他也是跟Nicco Cayman合作 叫做澳大利亞 對 這片很不幸就炸鍋了 就突然間沒有歌舞的東西的時候 覺得好像把他的一些長彩 鎖起來了 就沒有辦法再用那種 很強大的音樂的 弦外之音的那些東西 去強化整個故事的本質 所以 而且澳大利亞本來就是 一個比較悲的故事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是 但是畢竟他算是衣景環鄉 那個時候帶的這部片 對啦 衣景環鄉 然後裡面有Nicco Cayman 都是澳洲人嘛 修傑克曼跟Nicco Cayman 對啊 大家一起這樣做 所以我想可能也算是 說不定完成了導演心目中的一個 一個使命或是一個任務 即便他在票房上面 就是澳洲版自己 大家都開心 不過講到這邊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Nicco Cayman 我想跟他合作過的 包括Nicco Cayman 還有像我們講的李鑰娜多 都被他推到了事業的巅峰 也在各樣的表演上面 讓人家眼睛為之一亮 我覺得每個導演或多數 對自己合作的明星 都有些期望子 可是其實不管是導演或製片人 甚至是明星 即便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樣的夢想 可是作品真的問世之后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預測的 所以我們也只能說 有的時候是作品本身好 演員有實力 然後到最後觀眾反映也好 這是三年的局面之後 你才能夠到那個高度 所以Nicco Cayman 是因為紅墨房之後整個人生 到了一個很大的高度 包括後面還有那個時時刻刻 所以讓他覺得 讓大家覺得說 他能夠演文的 也能夠演舞的 什麼都可以 而且他真的不錯這樣子 因為過去大家對他的印象 都是阿帆六人而已 可是我們今天的電影 TalkTalk單元 就是要聊這些 過目不忘的歌舞劇片段 那剛剛其實講到了紅墨房 我自己印象最深我先說好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 其實那個片在跟那個 紅墨房時間差不多 03年左右 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們 因為 卡瑟琳莉亞球師 對 他好像是 懷孕的狀態對不對 然後他跳的那一段舞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不過其實真的是在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非常多 非常多經典的歌舞劇 但我們一樣也要顧到 我們棒女花電影院 所有年輕的群眾 他們也需要知道 我們絕對沒有忘記 就是也算是近期的經典 叫做《The Step Up》對不對 《舞力全開》 一連拍了這麼多集 而且每一集的故事劇情 都非常的創新 應該有印象很深的吧 有沒有哪一段是印象很深的 特別是《舞力全開》的第四集吧 第四集因為他有提到一些社會運動 他把整個快閃族的一些活動 跟社會獨立正義這些 全部掛在一起 而且他第四集的那個舞蹈表現 跟他的3D的拍攝的手法 確實真的很好 因為裡面第一集的時候出來的 有個很帥的帥哥 而且他那時候瘦瘦 但是那個肌肉真的也滿好看 就是Chan Tan 然後他其實在《The Step Up 1》裡面 他的角色呢 就是有點叛逆 然後跟女主角 一起有一段舞蹈的演出 他本來是一個 在學校等於算是 沒辦法去唸書的孩子 然後因為他只跳街舞 那就跟女主角呢 有一些衝突 因為女主角是學classic的 他是滿古典的dancer 所以他們兩個在最後期 好像是期末還是什麼 表演給老師看的時候 就一起做了一個合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舞風融入在一起 其實這一套事業作品 是很早就在強調不同的衝突 像一定是學古典的 來跟街舞的合作 或是爵士舞蹈的 來跟其他的流派合併 所以你看這一整個 這麼多套唱歌跳舞的作品裡面 只有他是真的是融合的 我覺得融合得比較好 其他好像都有的 每次都什麼 嗨 我們來參加個比賽 來得個獎 然後大家來合作 我不爽你 你不爽我 然後你唱這個比較 比較像是 歌喉戰的部分 對 夏琳才怎麼後來真的把你主角 取回家啦 對啊 而且真的是蠻專情的 雖然之後就發輸了